編曲 李宗盛 好了 今天又跟大家見面好發職星期四 今天仍然講哈利波特的魔法 當然這本書裡面所搜集的資料相當多 而且西方的魔法裡面挺齊全的 它裡面有很多傳說 有很多神話 也有很多奇怪的事物 中國在看之前已經有一本書很出名的 這本書就叫《山海經》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很早之前 年多前都講過 但是《山海經》當年在晉朝的時候 陶淵明也曾經看過這本書 但是那時候除了文字之外 還是有圖片的 有圖畫的 換句話說 是在圖說一些古靈精怪的事 很多人就說它是一本地理書 記載了中國的四面八方的地理 也有人說這本書不只是中國的地理 還可能是世界地理 也舉出很多例子 現在的山脈或者是河流 在世界上各地的都在《山海經》裡面似乎出現過 裡面更多就是獸或者琴 甚至乎龍蛇都有 可以分為最早的時候 人相信的神 這個神不是等於耶教的神 這個是萬物有靈的神 萬物有靈的神 萬物有靈論裡面差不多每樣東西都是有它的精靈的 有它的神的 在《山海經》裡面記載相當多 而且那些古靈精怪的動物 真是我們見怪不怪 已經多到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有裡面所描述的神怪的動物呢 事實有些日常看到的 譬如那些 我們經常說可以縮起來 在規格裡面的這樣的孫生甲 或者在飛鳥裡面可能絕織的品種 這些都是有記載的 但是很多神神怪怪 怪到沒有想像得到的 譬如有翼的魚 當然有翼的魚 可能是看到飛魚的一種誤差誤毒來的 但是事實上它的翼多得很厲害 其實有國的馬 因為國的馬呢 稍後我們會講一下西方叫做獨角獸 Unicorn 事實也是有 東西方也有它的不同的說法 但是中國人的獨角獸當然跟西方獨角獸有些不同的 這個我們遲些再分析 今天所講的主要是在哈利波特裡面 會應用到下來 在它那個學校的後園 在禁忌forbidden的森林之內 有出現過 而跟那個Celtic文化 或者是跟西方的傳統文化 尤其是希臘人的文化 神話的故事很有關係 譬如我們先講了 剛才講的有國的馬 有國的馬 通常我們看到 譬如在舊日英國的徽章裡面 都有一隻Unicorn 一隻獨角獸 這裏的獸整個表現出來 就是一隻馬來的 一隻盡馬 很漂亮的馬 但是它的頭上就生了一隻角 這個角比較奇怪些 聽聞是可以解讀的 在傳說的神話裡面都這樣講 中國的神話裡面都有一隻角的動物 我們通常叫它做麒麟 有些人把麒麟和麟 是兩種不同的 雌雄同類的動物 但是也有麒麟作為一種動物來講 在日本麒麟都是有的 都是一隻瑞獸 以前的說法就是 當一個地方清明 政治清明的時候 一個皇帝統治者出現 是一個人軍的話 自自然而 就會有一隻麒麟出現 你表示這個世界是和長 安泰 所以當時這些中國歷代這麼多皇帝 他們都很喜歡在他任內有麒麟出現 曾經試過在唐朝的時候 有外族人看一幅圖片 那幅圖畫就是黑人 那時不懂得怎麼分開非洲 亞洲 歐洲 美洲更加研究 還沒發現 那麼就牽了一隻叫麒麟的野 的動物來中國進獄 這隻動物是很高大 他高的意思就是他的頸很長 很長的頸 令到那些人覺得 真是一個異獸 而且中國呢 是從來沒見過的 那於是進攻的人 就對皇帝說 這隻就是麒麟了 麒麟呢 那麒麟呢 大家剛才都聽了 皇上是相當喜歡 因為人軍出現之後是麒麟 所以他就以為自己是人軍 其實呢 現在回頭一看 這位黑人牽著這個動物來進攻的 只不過是我們日常在非洲經常見到的 長頸綠 現在知道了 長頸綠 但是當年呢 就是一種進攻 當麒麟那樣呢 送給皇帝 那 又轉回頭 在中國畫的麒麟裏面呢 你會見到呢 他都有隻角 在額頭那裡生長出來的 這個角 跟Unicorn 讀角色的角 有沒有不同呢 大家讀角 是有很大的不同 Unicorn的角呢 是角質硬的 而麒麟的角呢 是肉質 是比較軟熟的 那這個是最大的分別 那我曾經呢 我曾經呢 去過 歐洲一個地方呢 買紀念品 就看到呢 他們聲稱是 是 是 Unicorn的角 是穿非常長的角質的 有柳文化的角脈 那 我相信 這個是 世界上有 Unicorn 這個是傳說裡面的一個動物 那 店主呢 也很老實 告訴大家 現在 現在掛了一場很長的角呢 那些人當是 獨角獅子的角呢 其實 是獨角禽 禽魚的禽 的角來的 這個世界上的確有一隻禽魚 是有一隻角生在額頭 而且相當長 那其他動物有沒有呢 當然有 我們經常見到的所謂西牛 西牛呢 是 真是有一隻獨角 有些是相兩隻角前後的 那 話說回來 中國當年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那 中國當年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真的有西牛出現的 那不是西牛 是比較熱帶的地方呢 是 但是呢 因為 中國 當時的南方呢 我想氣溫呢 都是入熱帶 有點像現在南洋啊 印尼的地方 現在呢 留下的西牛 一隻絕 差不多絕種的白西牛呢 都在印尼呢 有發現 但是呢 真的因為一定要好好保護 否則呢 西牛呢 就很容易在世界絕種 現在非洲仍然有 但是很可憐 因為西牛呢 他殺生的原因呢 殺生的原因呢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他有一隻獨角 我們見過很多副相呢 見到啊 就是 《聶》西牛的人呢 非常殘忍 是把西牛的獨角 割了下來 然後捨棄了 這個西牛 有一個自生自滅 那麼西牛 沒有了一隻獨角呢 他人家生存呢 有 但是呢 那個傷口這麼大呢 有没有人去医理呢 我看都很长寿美 人类为求达到金钱上的利益 很多时候譬如猎到的鲨鱼 在鲨鱼里面取了他们的旗 为了做食物 我们吃的鱼翅之外 还有很多是很可怕的做法 例如用一个饭管插进鲨鱼的胆里面 然后吸收了鲨鱼的胆 所谓的鲨胆 鲨胆质 这样就放藥 那鲨鱼呢 给你施完这个手术之后 吸收鲨胆质呢 它都非常辛苦 兼且很容易死亡 如此类似呢 人类对付动物都真的 为了自己利益都相当残忍 是没有爱抗这个动物的一点人心 这些我们做不出 好了 说回独角兽 独角兽这个角呢 也是传说中的解毒灵药来的 西猴国刚才说了呢 它是那么值钱因为它是有解毒 我们小时候在药材铺看到有很大的西角 它是陈列出来的 未必卖的 因为呢 每个药材铺呢 就是它震店之宝 很多时候呢 那些小孩发烧呢 那些老人家就说呢 将个西角 在一碗清水里面 磨几磨 磨了 没有削到任何西角的粉出来 小孩喝了呢 很快去它那个烧就会退了 我就没喝过 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传说 是不是属实呢 我就不敢说 但是呢 这个古方呢 是有的 那 Unicorn的角呢 听闻可以解白毒 那当Unicorn去到 独角兽去到水边的时候呢 可能呢 那些蛇呢 放了毒液 它呢 就用它那只角 在水里尿尿 尿尿 尿完之后呢 就将那些毒液 解救了 就是说人呢 再喝那瓷碎呢 就安全了 那究竟 Unicorn后面 还有什么传说呢 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 讲及 好 几分钟之后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